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夫妇就问渔范说这是哪儿的鱼啊 说懂河水库的 这几天啊奇了怪了 鱼特别好胆 蔡家铺北戴河一带的打鱼人也说 鱼就像是疯了一样 沿海渔场的缩鱼 黏鱼 鲁板鱼 纷纷上湖翻白 极易捕捉 7月27号 正在唐山老家的河北矿业学院一个老师叫李英 看到大队的民兵营长手里拿着一长串蝙蝠 十几只 很奇怪 说这是哪儿来的啊 民兵营长说 怪了啊 大白天的蝙蝠满院子飞 也是在这一天 唐山 鱼南 县城公市的居民看到棉花地里成群绝对的老鼠在乱跑 大老鼠带着小老鼠 小老鼠互相咬着尾巴 脸上一串 有人感到很好奇 上前追打 别人还劝呢 说别打了 估计是要发大水了 耗子怕灌了洞 这些敏感的动物都比人类更早的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 人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大自然的警告 不知不觉 时间到了7月27号深夜 之前晚上 鲁南县东八股大队的张宝辉 听见猫不停地叫 他以为猫饿了 起来喂神 结果呢 猫一口不吃 依然叫声不绝 乱跑乱窜 那一天 唐山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地区 人们听到了长时间的猫叫 狗叫 7月27日的夜晚 显得无比喧嚣 7月28号的凌晨 就在这样不安的氛围当中来临了 时间越来越近 凌晨一点半 鸾线安个庄的几个社员 惊叫着从一个水池 当然有预兆了 唐山大地震 那个头一天 我们那会儿住在北京市东城区 安定门外青年湖 东一向17号 那会儿我住在我奶奶 我爷爷的院子里 那个头一天 因为我会剪纸 我是左撇子 那个我们那个青年湖公园那个湖就翻坑了 那个湖就翻坑了 就是那个鱼都往岸上蹦 然后因为我是左撇子 而且我会剪纸 我剪的坦克呀 飞机大炮啊 有很多人喜欢什么德国兵 日本兵啊 给我们那盖楼的是当兵的 基建工程兵 好像是一个天津人还是哪儿的 就是一个小当兵呢 还拿了一条大鲤鱼来跟我换我的剪纸作品 他说我给你一条鱼 你给我一个剪纸 我说好 那就是地震的前一天 然后其实啊 人类的各种的自然灾难呀 地震呀 洪水呀 暴雨呀 海啸啊 包括战争啊 你看这个乌克兰战争 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去年的2022年的2月24号 在这个俄国入侵之前的两周 2月10号 我已经做我的油管节目 我都跟大家说 我说马上俄国人要进攻了 并不是我多聪明 而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说了 马上俄国要大举入侵了 我相信美国人的情报能力 于是我在我的油管上 我说在乌克兰的华人赶紧逃命 是吧 当然有没有人听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属于啊 是吧 自谦一点 就是人微言轻 但是我知道要打仗了 对吧 就是各种灾难 包括2003年的北京非典 对吧 包括这个2019年底 2022年初的COVID-19的世界大瘟疫 是吧 这个都是有预兆的啊 都是有前兆的 就是有人在作死 有人在祸害全人类 池里跳了上来 那个池子的水是从旁边一个热水井汲取的 平时的水温就48度左右 特别适合洗澡 但这一天呢 他们几个跳进池子洗澡 水烫得难以忍受 所有人都很疑惑 但是没有人想到 大地震就在眼前 凌晨三点 昌米县几个看瓜地的社员 坐在地里聊天 天空忽然明亮了起来 照着地面发白 西瓜地当中的瓜叶和瓜蔓 清晰可变 大伙疑惑地看了一下表 才三点 正在奇怪 天色忽然又暗了下去 那一刻 大地沉浸于一片毁灭之前的宁静 谁也不曾想到 多年以来 唐山市脚下的地壳 正在积聚着可怕的能量 地壳运动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正在岩浆当中积聚 岩石终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就在四十分钟之后 时间到 唐山大地震所有死的人都是给毛泽东陪葬了 当时毛泽东快不行了 就是说别搬动毛主席 也别折腾 所以到国家地震局召开过一些会议 有各种的征兆 但是没引起重视 就是说别折腾毛主席 结果不折腾毛主席 全国人民 最起码唐山地区 河北的其他地区 包括北京 天津 是吧 可遭了大灾了 死了几十万人 所有的人 唐山大地震 追究责任 都应该追究到毛泽东 或者这个体制 永远被历史铭记的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唐山地区地下的岩石突然断裂 相当于400枚光导原子弹的当量 在距离地面16公里的深度突然爆炸 上空电光闪闪 惊雷震荡 我外甥 我外甥娶了一个唐山媳妇 他老爷 就是我这个外甥媳妇的老爷 本来那天是在单位值班的 就是唐山某一个单位值班 他们家呢 这个老爷呢 没生儿子 生了四五个姑娘吧 所以他们家那个在地震的前两三天大概 那个家里边遭贼了 进去贼了 家里边呢 就是他的媳妇啊 就是我那个外甥媳妇的那个那个姥姥 还有他的妈 还有几个姨 就是一堆女的 没有男的 就害怕 然后那天跟老头说呀 那个你回来吧 别值夜班了 给我们做伴 给我们壮胆 家里就这么一个男的 然后那个我那外甥媳妇的老爷就回家了 哎 就那天地震了 他们家那个房子呢 应该说比较坚固 也比较幸运 这老头他们家就没死 那个在单位值班的其他人 单位的房子质量不好 然后就都砸死了啊 在强烈的震荡当中 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 在短短23秒时间被移为平地 不仅是唐山 此刻整个华北大地 都在拒绝的震探 大半个中国都感受到了他 对呀 天津也倒了一些房啊 也死了一些人啊 北京的通州顺一等地 都有房子都防倒屋塌 至于死了多少人不知道 死人主要还是在唐山比较多 那个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艺术家吧 或者文学家啊 就是那个冯继才 冯继才就写过关于唐山大地震之后 那个那个经历啊 他当时在天津啊 冯继才是祖籍浙江宁波的那个天津人啊 因为天津是码头嘛 九合下烧 天津的人也比较杂 全国哪的人都有 也是个移民城市啊 这个冯继才的那个写唐山大地震的事 我还专门的做个节目啊 关于唐山大地震 我做过好几期节目 现在有很多的事 你比如说 其实我都算有先见之明 比如说最近 我看到有一个文章啊 说这个80%的中国各大城市的烟酒店 都赔钱了 有的都转让了 这个我早就知道啊 我不但是知道 我就是这里边的人呀 我就是亲历者呀 甚至是吧 因为我就做粮油批发呀 我也卖烟 也卖酒 是吧 就这些烟酒店 我认识好多呀 甭说到最近了啊 说最近开始赔钱了 不是最近 从这个习 就这个一尊 这个当今的这位皇帝 他一上任 他一说反腐 没有人送礼了 这个烟酒店的生意都不行了 包括中高档的中档以上高档的餐饮 包括旅游旅行社宾馆饭店 包括礼品店 包括甚至你们家有个果园子 原来给一些机关单位 后来单位都不敢发东西了 对吧 过去是官员捞一点 江泽民时代呀 胡锦涛时代 官员捞归捞 老百姓也能活 现在老百姓都活不了了 对吧 就是说杀鸡取卵 你把这口锅 吃饭的锅 整个给砸了 是吧 这口锅呢 原来里边有饭吃 当官的是吧 捞点肉吃 老百姓捞点汤 现在是都没有饭吃了 这就是这位一尊的 他不如凳 不如江 不如湖 哎 力量 强大的地震波 甚至传遍了全世界的地震台 虽然此刻 大家还没有得到 关于地震强度和正中位置的确切信息 可所有的地震学家都感受到了 一场巨大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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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